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的胡称 断叹称池 胡称 如 中国人自古以来看得非常重 古人所谓四可杀不可辱 在古代的中国 读书人讲求的是道义 四是一个现在说的话就是知识分子 古时候读圣仙书的人 煞头无所谓 侮儒不能接受 把这个侮儒看得非常严重 佛法传到中国 佛教菩萨 教菩萨就是教学生 这个佛家的朔语 菩萨就是佛的学生 教学生修养德行 有六条纲领 就是经典里面所讲的六度 六波罗蜜 波罗蜜是梵语 梵诚成中国是六度 那么这六个纲领 就是学生的守则 你既然做佛的学生 一定要遵守这六条 这个六条呢 就是布施 持戒 忍辱 理念就有忍辱这条 实际上佛说的并不是忍辱 佛讲的是忍耐 忍是忍耐的意思 翻经的大德 看看中国这个过情 中国人的习上 把这个五如看得这么重 所以就把忍后面加了个如 所以翻忍辱 是专门对中国人讲的 那么这种翻译 符合世尊教学的总原则 就是应激说法 这个以法呢 设和中国人的根基 也就是设和中国社会的需要 翻得非常好 那如都能忍了 还有什么不能忍的呢 没有事情不能忍 而且忍 是修学成功必要的条件 精干经上佛书 一切法得臣于忍 在中国 古人有所谓 小不忍则乱大谋 由此可知 事处是法 事处是法 成就的大小 完全看你忍耐的功夫 你忍耐的功夫大 你的成就就大 忍耐功夫小 你成就也小 不能忍耐的 是什么成就都没有 这些事 这些事都摆在我们面前 诸位只要冷静观察 我们周边这些人物 你看看哪些人有成就的 哪些人不能成就的 都在眼前的 佛菩萨的教训 我们都听了 细细思维 再仔细观察周边这些人物 成功失败的人物 看看历史上记载 历史上记载那些成败的人物 我们就证实 佛菩萨的教诲 古圣仙仙的教诲 是真实的 对我们有大利益了 尤其是这点叫得好啊 受辱不怨 受辱不怨 这是真实的对 怨恨 一般人受辱 受人的侮辱 说实在的话 说实在的话 纵然能忍 不加以报复 但是那个怨恨的念头 多少还有啊 这种怨恨的念头 说实在的话 是将来报复的意因 更远 这一声没报复了 读圣仙书 忍过去了 下一次碰到了 他又发作了 学佛 诸位 都能够相信的 人 这不是只一声 人还有来声 人如果只有一声 来声都没有了 那这个是好吧 麻烦的就是人有来声 现在在西方 我们在美国加拿大 红发多年 外国人对于前生后世 他们相信了 对于 佛经里面讲的六道轮回 他们承认 承认是哪些人呢 基督教徒 天主教徒 他们从前不相信六道 现在相信有六道 怎么相信的呢 通过深度的催眠 他们相信 他们相信 现在在外国催眠 这些案件 有几十万案例之多 他们出版的书也相当丰富 通过催眠 这个人说出他前生 那么他说出来之后 这记录下来 然后去调查 那么说前生 多半都差不多都是 一年半年之前的事情 但是 在人家政府里面 这些档案 资料 还都保存 果然查出来 他这一生当中 从来没有到这个地区去过 对这个地方非常申诉 完全不了解 他居然设处 一年半年前 那个地方的社会状况 他的名字叫什么 他住在什么地方 问他那个都市街道的名称 他使用的钱币 他都能正确地说出来 经过查证 果然没错 问他生死的状况 他死的时候什么状况 投胎出生的时候什么状况 都说得很清楚很明白 这些书 我们中文有翻译的 翻译的不多 我曾经看过 环游呢 前生呢 出生到 前生是鸟 是蟒蛇 是动物 这证明是出生到 转到人生 那么环游有一些的 这数量不算太多 不是我们地球上的 他前生呢 是其他星球上的 从这个地方证明 有高等生物 绝不是地球一个星球 别的星球上的人 他说的语言什么 我们完全不懂 从其他星球 投胎到地球上来的 所以经过这些 科学的试业 证实 人有前生 既有前生 当然 就肯定有后世 但是 佛在经典里面 把这个事情讲得太清楚 太明白了 宇宙怎么起源的 生命怎么起源的 怎么演变的 后来究竟是什么样一个解书 只有佛在经典里面讲得透彻 我们多了 能不能真正明了呢 很难 佛法 实在讲 非常符合科学精神 甚至今天科学里发生许多错误 佛经里头没有 佛经里头佛所说的每一句话 每一段事情都叫我们通过实证 所以佛家讲信节行证 最后你也把它证实 如果你没有证实 你就相信它 这叫明信 通过证实 这个确实是如此的 这个信才叫正信 但是 你要想见到过去 要想见到未来 你必须有能力突破空间 空间 空间确实它是有个范围 好像有一道墙一样 今天科学家知道 对空间 对空间 逐渐逐渐他们发现 空间不是简单的 所谓 发现的三维空间 四维空间 五维空间 那么也说 三度四度五度 从理讨 从理论上来推 空间是无限度的 但是 现在科学家 确确实实证实 有十一度空间的存在 黄年族 我到北京的时候 他突然想到这个事情 他还有几篇文章 那个时候交给我 我把它印在这个经理后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但是空间 是发现的 有这种情形 究竟怎么样突破 现在还没有技术 还没有这个能力 但是在佛法里面 早就被突破了 佛用什么方法 用禅定 这个道理 我跟诸位说过 这么多维持的空间 从哪里来的 科学家不知道 佛告诉我们 时空本来没有啊 你们都不发明门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想到这些事情 佛法就是解释 宇宙人生 说明整个宇宙人生的真相 你那菩萨 很了不起 江佛在经文里面所说的 把它总归借起来 规称了 六百六十法 在余切斯基论里头 余切斯基论里头 余切斯基论是宇宙人生菩萨的著作 天称 天秦菩萨 读到这一部书 看到六百六十法 还是太多了 不便于俗俗 不便于俗俗 所以他把它六百六十法再归纳 成为拜法 便利教学 不便于俗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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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俗 一个宇宙人生的说明 所以他解释 解释释迦牟尼佛讲的一句话 一切法无我 一切法就是归纳这个拜法 无我就是讲的人无我 法无我 你必须透彻了解 四是真相才了解 才真正懂得什么叫无我 讲得清楚 讲得彻底 那么时空的维持 在伯法里就属于哪一类的 他归纳了 列在不相应刑法里面 不相应刑法总共有24个 里面有十分 十分就是讲的时间 方分 方分是讲的空间 十分跟方分 时间跟空间 假的不是真的 不相应刑法 用现代的话来说 抽象概念 不是事实 是个抽象概念 概念从哪里发生的呢 从妄想分别之处 一切众生 妄想分别执着 无量无边 所以变成了 无量无边为一次的空间 这是福才能把它说出来啊 你既然懂得 它怎么形成的 那你就能想方法把它突破 怎么突破呢 你只要把妄想分别执着 放下就突破了 所以人在入定的时候 他的意志集中 他没有妄想 意志集中呢 逐渐逐渐就突破 从三度看到四度 从四度看到五度 随着你定功的前身 你突破的层次大小不一样 所以佛家将突破时空 他有道理的 有理论根据 理论跟四十完全集合成一体 于是 佛法 大家都知道 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法门 什么是法呢 法是方法 门是门禁 方法门禁虽然多 他的原理原则是一个 那就是修定 所以诸位同修必须要记住 绝对不是说 只有禅宗修禅定 其他的法门不是修禅定 我们念佛 一心不乱 不就是禅定吗 教乡 提倡的直观 直观就是禅定 密宗三米相印 相印就是禅定 所以要想的 八万四千法门 是用八万四千种 不同的方法 通通修成的 这才是经上讲的 法门平等 无有高下 你所用的方法 手段不相同 你的方向目标是一个 成就完全相同 方法手段不相同 是因为个人 根性不一样 现然不一样 顺着自己的根性 修学容易成就 不顺自己的根性 修学就会困难 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 佛法永远是 随顺众生根性 来教导的 这种方式顺乎自然 不加丝毫勉强 我们现在讲勉强 佛经里面讲意思 不加丝毫意思 所以说佛不多众生 佛对于一切众生 没有丝毫勉强 没有丝毫意思 你说这个多自然 我们今天讲 真善美慧 只有在佛陀一生 生活行义当中 在他教学 所使用教学方法 之中我们能体会 真善美慧 现在人讲高度智慧 我们实在体会不到 也看不到 但是在佛陀经典里面 确确实实体会 见到高度智慧 这是我们要学习的 能随胜大自然 这是最健康的 自己加一点意思 这是病根 所以佛说三毒贪嗔痴 三毒是什么 现在的话叫病毒 你心里头有了严重的病毒了 这个外面风寒感染 你就容易得病 内里面没有贪嗔痴 你内里头没有病毒 外面这些东西 不会有什么感染 五如 五如是外面境界 内里面如果有晨慧 那个外里头一受一点五如 那你马上就发作了 这个发作是病发作了 这个病不能轻看 不能小看 为什么呢 有意无意当中 给人借下了深仇大恨 这个我们在历史上看得很多 无意当中得罪人 到以后人家有力量报复的时候 招架不住 甚至于热下杀身之火 在古时候 灭族之火 祸害 都是什么 小伯人 无意当中得罪人 历史上 这种例子 太多太多了 它这个柱子 后面我还没有把它细看 举的例子很多 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尤其是对着 对卧人 心量自小的人 一定要对着情绪 要恭敬 不结怨 所以佛教导我们 你看普贤神愿 第一愿就教我们 礼尽祝福 称赞如来 广秀供养 忏悔业障 我们能把这四句 十六个字做到 一一生的 受用不尽的 无论对什么样的人 都要谦虚 都要恭敬 绝定不可以有傲慢的行为 不要自以为是 不要自以为了不起 哪一尊佛 哪一尊菩萨 甚至哪一个阿罗汉 徐特环 我们跟人家比 都比不上 有什么值得教 常常向佛菩萨看 我们傲慢的心就没有了 自自然然养成谦卑 谦卑是顺于信德 佛教我们 孔劳父子 也是这样教我们 一步礼迹 他讲的是什么 无过于 自卑而尊人 这是一步礼迹 精神之所在 叫我们自己 除世待人 介物要卑下 要尊敬别人 孔劳父子做到了 我们在论语里面看 父子借鉴任何一个人 都谦卑 佛经上我们见到了 释迦摩尼佛 无论见什么样的人 态度也是千倍 世出世间 大胜大行 尚且如此 我们有什么值得骄傲 人家有焦慢 这个念头 就完了 孔劳父子 看人 文语上有一句话说 那是父子对人的观察 他说假设 未必是真有 实在讲 他也是叫学生 名利学生 假如有个人 他的德行才华 如周公之美 孔夫子最佩服的 就是周公 你看在这个记载里头 对周公的赞叹 很多啊 周公实在了不起 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来说 最伟大的政治家 周朝立国能够八百年 破衰 得立于周公的制度 周公的著书 流传到今天 就是周礼 周礼是什么呢 用现在的话来说 周朝的宪法 那个宪法是他制定的 我在年轻的时候 喜欢读书 方东美先生问我 你有没有念过周礼 不是我没有念过 要我念啊 他给我讲了 前后总讲了有十几遍 讲这个话 劝我看周礼 可是我喜欢多礼 周礼翻翻 一礼翻翻 兴趣不大 所以没有去念这个 他告诉我 他说这是全世界最好的一部宪法 如果周朝后世的子孙 统统照这个座 周朝万万年也不会改朝换代 就放心对这部书 赞叹到这种地步 但是我们对于政治没有兴趣 我们还是搞不乏了 所以经过他给我们介绍 知道这是一朵好书 这夫子对周公赞叹被指 假如一个人得心学问 向周公之美 施教且令 取则不足观也 他说有两个毛病 一个说脚 一个令蛇 这个人就不必看了 那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 你就想着这个焦慢 对一个人的德行 有多大的伤害 吝啬 吝啬就是贪 贪烦恼 焦就是撑烦恼 儒家虽然没有讲这三度 佛家讲的透构 你三度烦恼还没有断 你的道德行 你的道德学问 都是假的 不是真的 孔子 孔子讲这句话 我们从这个地方去体会 一死就很鲜明 怎样断贪 不是 我说佛第一天见张家大师 他老人家就把这个交给我 是一件人令财 不肯放弃 佛给我们讲 财富从哪里 从布施来的 越施越多 如果你布施 不肯布施 你的财到此的终止 就这么多 你肯布施 像流水一样 活的 永远享受不尽的 为什么不干 吝啬是把这个堵塞住了 堵塞住了 后面就不会进来了 你所有的就这么多 用完了就没有了 这些道理都要懂得 越施越多 永远用不尽的 所以我们要想 一生物质生活不缺乏 能做得到 不施 只要你肯布施 你决定不会缺乏 永远受用不尽 但是 越多 你施得要越多 所以佛家讲 写得 写得是两个意思 钱的意思 一写你才能真正得到 深一层的意思 你得到的赶快设 得到的要赶快设 你永远享受不尽 得到了不肯设 那你福报就那么大 小福而已 所以得到的统统设 绝顶不留 财富如实 智慧也如实 一样一样 一样介入设 佛教菩萨 学习的六个纲领 头一个就是不实 第二个是持戒 持戒就是受法 意思一定要了解 国家的法律 决定这种 决定不做违法的事情 心安理得了 好事 好事他有命令禁止 不让做就不做嘛 不是我不做嘛 众生没福嘛 我自己落得清闲 落得自在 有什么不好呢 好事啊 所以有缘 有缘 我们就要尽心尽力 持座 没有缘 没有缘 独善而其善 有缘 有缘 尽善天下 决定不做违法的事情 我们到任何地方受人欢迎 那法律 那法律是有文字记载的 还有没有文字记载的 道德 风俗 习惯 所以 入境要问俗啊 入门要问会 人家有什么机会的 决定不犯 这佛教教我们的 第三个就是有耐心 心平气火 我们以禅宗为例子 大摩祖宗到中国来 梁无敌的时代 跟梁无敌谈话不投机 梁无敌不护士他 跑到少林寺去面皮 等待机遇 没错 等到一个会哭 一代一代的 单传啊 传到惠能大师 语言才成熟 你说他多有耐心 他把这个佛法传在中苦 要等到第六代 才能够利益一切众生 这是忍辱最好的例子啊 我们纵然有大心 有大愿 有大德 有大能 要利益一切众生 语言不成熟 要学大摩祖宗 能有一个传人 两个传人 代代传下去 总有一天 机遇成熟了 可以能够利益一切众生 何必要等到自己一生去做的 没有这个必要吧 这才是真实智慧 不必自己去做啊 传给学生 学生没有机会 再传给学生 由这里你看到 古生献献 他们那个耐心 不是平常人能够想别的 才能把这个事情做得远远满满 而没有缺陷 这是我们要学习的 受辱 受辱 绝定没有怨恨之心 这一句意思深 对我们修学 对我们修学 关系重大 我今天跟主一讲的只讲一半 今天我要跟大家举一些四例来说明 我们要非常重视 否则的话 不但对道业有重大的障碍 就是对读经 身结义虚 也产生了妨碍 你读经不会开悟 为什么不会开悟 有这些烦恼存在 他在这里作祟 做障碍 所以这些一定要讲清楚 讲明白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四例